女孩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嘴里有一根奇怪的东西 女孩下意识地朝脖子摸去 可脖子上的项圈死死卡住 根本拿不下来 女孩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 突然她注意到前方 有一个跟自己同样遭遇的女人 小美立即看向远处的金姐 可金姐毫不慌张 摘下名牌上的别针后 不断尝试解开嘴里的项圈 小美正准备呼救 对方忽然回头看了一眼 似乎发现什么可怕的东西 立即转身离开河边 等小美回头一看 才发现一个男人 出现在不远处的土坡上 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小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朝着男人离开的方向迅速跟上去 小美很快来到一座草坪 他们不远处有一个木头箱子 其余几人也和小美一样 嘴里塞着奇怪的东西 一个男人健壮 鼓起勇气来到箱子旁 可就在她准备撬开时 身后的老头却连忙制止 担心里面藏有陷阱 可投铁的男人根本不听劝告 直接撬开箱子 老头惊慌失措迅速朝身后逃去 小美也赶紧躲在一棵树干后面 男人很快成功拆下木板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箱子里装的竟然是一只佩奇 男人一脸疑惑 继续朝箱子靠近 所有人纷纷朝箱子冲过来 准备抢夺武器 这时小美突然在木板上 发现一个纸袋 倒出里面的东西后 里面是一把钥匙 小美立即提醒众人 帮他们打开嘴上的项圈 接着保安大叔给所有人分发武器 他们全是被神秘人绑架带到这里 虽然不知道将要面对什么 可眼下有武器 总能让他们感到安心许多 这时他们不远处突然传来枪响 见子弹已经朝他们这边打来 所有人立即躲藏 小美蹲在箱子后面心有余悸 保罗瞬间蒙圈 反应过来后 连滚带爬藏到箱子另一边 这时他瞧见一个精神崩溃的男人 直接手持两把冲锋枪 朝子弹射来的方向发起冲锋 下一秒直接被子弹打成筛子 藏在箱子里的女人惊慌失措 朝着森林深处的方向跑去 就在他即将成功时 突然踩中陷阱摔下去 听见女人的求救声 保罗只好冒着枪铃弹 迅速冲到女人身边 此时女人的身体已经被完全刺穿 保罗用尽全力 将女人从木刺上拔出来 随即快速朝森林深处跑去 保罗脚下似乎踩到什么 女人的半截身子被炸到迈克面前 他祈求迈克赶紧开枪打死自己 见迈克不同意 直接伸手抢过一把手枪 见枪手再度发起攻击 迈克连忙藏到土坡下面 朝着树林深处一路狂奔 一张铁丝网很快挡住他的去路 这时身后传来脚步声 迈克立即抬枪 才发现来人正是山姆 同样是被绑架来的12人之一 乔治带着长矛也赶过来 四人连忙翻越铁网 可山姆还未来得及翻越 敌人就已经追到身后 一只利剑很快穿透山姆后背 眼看自己逃不出去 他索性持枪转身杀回去 迈克三人持枪冲进一家加油站 老板以为来了三个劫匪 本想破财消灾 可迈克根本不要钱 而是立马让同伴用重物将大门堵死 然后逼问老板他们现在身在何处 老板赶紧说出地址 三人得知自己被带到阿肯色州 顿时一阵惊慌 因为这已经跨越大半个美国 迈克找老板要了个手机 准备拨打求救电话 得知警察一会就到 三人紧张的心情这才平复不少 长毛在吃过加油站的食物后 突然感觉无法呼吸 很快便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就在其余两人上前检查的时候 老板两人早已戴好防毒面具 女人拔出拉环 将手里的毒气弹丢到两人面前 迈克正想开枪 结果被老板直接打倒在地 一旁的老板娘提醒老板 不要做得太过火 此时老板已经上头 装好子弹后来到乔治面前 一枪拖将其解决后 才让老板娘打开排风扇收拾残局 这时电话再度响起 变态提醒这对夫妇 不久另一个幸存者会抵达这里 提前预祝两人玩得开心 金姐很快来到加油站 慈眉善目的老板夫妇 立马对女人热情打起招呼 女人要了一包烟 从袜子里拿出一张百元大钞 老板则悄悄摸像藏在柜子下面的喷子 可看着老板娘找给自己的零钱 金姐很快发现破绽 金姐先发制人解决掉老板后 立即转身将枪口对准老板娘 正是老板娘少找了一块钱 才让金姐猜到他们狩猎者的身份 事实也正如金姐所料 找到储物间三人的尸体后 金姐抓起一把子弹 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院子里正好停着一辆皮卡 金姐并没有贸然上车 而是蹲下仔细检查 果然皮卡的车牌号是假的 门把手附近有一条肉眼难辨的鱼蟹 金姐立即蹲下 才发现鱼线的另一端连接炸弹 金姐心有余悸 庆幸自己的谨慎再度让她逃过一劫 同时金姐也更加确信 绑架她的人就是一群彻头彻尾的疯子 这时对讲机里传来变态的声音 见同伴久久没有回答 变态顿感不妙 金姐立即藏到草丛里 无人机很快从头顶飞过 朝着加油站冲去 然而还未看清里面的情况 无人机突然遭到攻击被人给打下来 变态得知情况后 立即通知所有人关闭无线电 金姐也松了一口气 看来被抓的猎物里 起码还有一个聪明人 大山拿着一把枪 怒气冲冲地走到无人机面前 将她踩了个戏巴烂 眼看大山正朝皮卡走去 金姐为了保住唯一的同伴 只能连忙出声提醒 大山在确认车下藏着一枚炸弹后 也终于打消对金姐的敌意 金姐说接下来的一切必须听她的 大山根本不应该打掉无人机 这样一来他们的位置已经暴露 大山这才恍然大悟 两人来到一处铁轨 因为金姐坚信 铁轨会将他们带到有人的地方 金姐通过赶制铁轨的震动 得知不久后将会有火车经过 火车在转弯的时候速度最慢 恰好是他们爬上去的最佳时机 两人撒腿狂奔 金姐先将喷子丢上车 然后自己潇洒爬上车 大山虽然速度慢一些 但在金姐的帮助下 最后也成功上了火车 可两人刚松一口气 前方便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 金姐立马端起喷子朝前方走去 这时一群男人颤颤巍巍地走出来 他们说着一口自己完全听不懂的话 金姐这才明白对方是一群偷渡者 可大山不相信会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就在他持枪逼问对方身份时 火车突然停下 原来是一群边防军找过来 并要求车上的人下车接受检查 金姐立马让大山把枪丢掉 然后和其他偷渡者一样 乖乖下车接受检查 大山来到一名军官面前 说明自己美国公民的真实身份 可士兵根本不跟大山废话 就在两名士兵走后 其中一个偷渡客来到大山面前 大山惊恐异常 可两名士兵仍旧没有起 直到两人完全离开 男人告诉大山难民都是真的 只有自己是假的 为了奖励大山看穿自己狩猎者的身份 男人还承诺等士兵离开后 可以放大山两人先走 然后再去追杀他们 这番话让大山怒不可遏 当即冲上前和男人扭打在一起 大山捡起地上的首围 直接拔掉拉环 放进男人的裤腰带里 随后士兵为了安全起见 将金姐和大山分别关押 金姐被带到一个难民营 他找到当地负责人 说出自己的经历后 长官答应帮忙联系大使馆 原来同样是猎物之一的老头 早就被他们当成难民抓起来 只是他之前的话根本不被相信 大使馆的人很快来到难民营 将两人接走后 男人却并不相信金姐的话 反而不断说一定是两人做错什么 结果这番话让金姐产生怀疑 司机不断对自己跌跌不朽 直接抓起车顶的扶手 金姐顺利抢过方向盘 可他并没有直接离开的意思 而是直接挂上道挡 对着司机的头一拈了过 老头被金姐行为吓傻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金姐根本没有废话 下车先是取出男人身上的手枪 然后打开汽车后备箱 大山的尸体就藏在里面 显然司机不是大使馆的人 而是狩猎者之一 经过一番寻找 金姐找到一些钱和一份地图 老头则开始复盘 他们总共十二个 飞机上死了一个 还剩下十一个 草坪上死了四人 被炸死一人 加油占三人 换言之眼下的幸存者 只剩下老头和金姐两人 老头不想再冒险 赶紧抢一辆车逃走 可金姐向来牙子必报 当晚金姐带着老头顺着地图 找到狩猎者的营地 接下来便是金姐的复仇时刻 就在男人外出上厕所时 金姐悄悄靠近 直接一刀封猴 如此冷静果断地收割 一旁的老头都看傻眼 男人迟迟没有回来 顿时让大兵起 连忙让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 金姐故意在房顶闹出动静 挑逗着他们的神经 突然他们身后传来动静 男人慌忙开枪 直到将白色身影打死 女人才一脸悲愤 认出正是她的佩气 就在几人互相埋怨时 金姐自己打得这群猎人抱头手窜 大兵颤颤巍巍 拿着手枪靠近 金姐见她这么害怕 直接冲上前正反手教育 解决男人之后 一支弓箭射到金姐旁边 见对方恐惧到武器都拿不稳 金姐丝毫没有放在眼里 直接上前一箭捅死女人 正要离开时 金姐发现一个躲在死角的男人 而她面前就有一把枪 男人正打算输死一搏 可她的动作根本比不上金姐 随后金姐迅速来到观察位 拿起一旁的狙击枪 准备解决最后一个逃跑的男人 就在金姐做完一切打算离开时 不料大兵还没死透 本来装死就能逃过一劫 可大兵偏偏要和金姐死磕到底 两人直接打在一起 别看金姐只是一个女人 这伸手就算男人看了也心惊胆战 男人很快被金姐手里的钢棍打倒在地 这时想要求饶已经太迟 临走前她还敢咒骂金姐 没想到金姐也不惯着 直接捡起地上的手枪 可正要开枪时 老头突然闯进来 金姐顿时起义 让老头处决最后一个猎人 可老头一直支支吾吾 金姐果断开枪打死女人 这是无限电里传来变态的声音 见对方喊了老头的名字 金姐立即将枪口对准老头 见老头不肯佩合 最后金姐果断扣下扳机解决老头 随后金姐手指戳进男人的伤口里 成功逼问出幕后老板的下落 金姐离开时 男人忍不住询问金姐的真实身份 这才得知他是一名阿富汗退役老兵 他只不过是区区的国民防卫队 训练出的几个歪刮裂凿 自然不可能是金姐的对手 金姐很快找到一栋别墅 走进去后 幕后老板沙拉正在精心准备晚餐 他对自己的身手有着无比的自信 丝毫不知这次的对手 完全是一头暴怒的母狮 两人二话不说 直接打斗在一起 别看沙拉只训练了八个月 真打起来根本不落下风 见自己不是对手 沙拉果断掏出喷子 金姐迅速朝二楼逃跑 沙拉果断追上去 喷子一次只能装填两发子弹 趁沙拉换蛋的功夫 金姐突发起偷袭 这下直接将金姐摔得直不起身 沙拉立即捡起地上的笔手 再度朝金姐冲去 金姐只能拿起一条毛巾阻挡 此时两人体力已经见底 决定休息一会再起来继续战斗 沙拉捡起地上的刀片 直接给金姐腹部一刀 就在沙拉以为自己胜券在卧室 金姐直接带着刀片撞向沙拉 又是一阵打斗过后 沙拉彻底躺在地上停止呼吸 金姐也彻底告别过去售货员的生活 成为这座别墅的新主人